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影片剪接软体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拍下来的影片 修改成比较适当的大小来放在网络上 同时如果你的影片之中 有一些部分是不要的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影片剪接软体把它给剪掉 把要的给保留下来 也可以把它调整先后的顺序 这个就是所谓的影片剪接软体 那这个影片剪接软体从哪里开呢 我们从这个开始按下去 找所有程式 然后在这里面找附属应用程式 这里有一个像是影片的卷盘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Windows的Movie Maker 这个工具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做影片剪接 我们点下去以后 好当我们开起来以后 你在这里会看到一个警告事项 他说你目前系统设定是800或800乘以600 或者是800乘以600以下 那么他希望你荧幕解析度设定到1024乘以768 最少要这个或者是这个还要大 这样子可能会更好 所以如果你比较 你的荧幕解析度比这个低的话 那使用起来可能就不是很方便而已 好我们还要确定 以后Movie Maker这个工具就打开了 那这是第一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